- 槍聲響起選手們魚怪而出 雙腳踩著滑輪交錯前進 兩手則是撐著雪仗來推進 這是中華民國滑雪協會 走2019年9月最新引入國內的ROLER SKI 現在在台灣則翻譯成越野輪滑 第一次會有點緊張 因為那個會咬 然後後來久了就比較習慣 一開始我們在接觸的運動的時候 也常常滑倒 但之後你熟練以後就會沒有那麼怕 這個輪滑其實也不錯 因為它是一種新的體驗 滑雪可以到國外 而且然後輪滑的話在台灣很少 所以能找到這個機會能去玩 其實也不錯 越野輪滑原本是越野滑雪選手在雪雞之外的輔助訓練方式 由於底下是滑輪 可以不受場地或天氣等自然條件的限制 練習時 選手全身上下必須穿戴護具 在有完善保護的情況下 減少了運動傷害的風險 近年來已經變成FIS國際滑雪聯盟正式認證的比賽項目 台灣也首都舉辦了這場台北滑雪城市盃 全國越野輪滑錦標賽 下坡的時候比較有速度感 我比較喜歡 比較刺激 就是比較感覺有一點成就感 雖然好玩但我又慢 選手們穿上特製的越野靴 固定在Roller Ski上 除了利用滑輪側向推動來往前進之外 還要利用雪仗的撐行來前進 整體的運動型態 和越野滑雪非常類似 最大的不同 在於場地從雪白的雪面 變成了一般的柏油路面 而且國際滑雪聯盟 也已經承認越野輪滑的競賽成績 可以列入爭取冬季奧運資格的積分 剛好賽制的關係 路上的輪滑的點數 是直接可以計算為是雪上的 所以這也是唯一一項 不用在冬季的場地上進行的冬季項目 在世界上有相當相當多的國家 都是沒有冰雪的 像中南美洲的國家 太平洋小島的國家 非洲的國家 他們要怎麼樣能夠進入冬季奧運 越野滑雪基本上就是一個重要的主點 越野輪滑目前在台灣推廣才一年多的時間 目前選手年紀大概從6歲到14歲不等 全台灣受過正規訓練的也還不到50位 許多都是從其他運動項目轉到這個項目 把越野輪滑當作第二專長 雖然如此 但許多才剛入門 練習兩三個月的小朋友 已經逐漸掌握到滑行的技巧 更開始愛上這個特別的運動 一開始讓我玩的時候就覺得很不錯 就是讓我一直想要玩下去 就比較可以認識國外的朋友 可以聊一些國外跟台灣的一些教學之類的 越野輪滑器材與裝備在國內並沒有生產 全都要仰賴進口 門檻高於其他的運動項目 但這段期間 滑雪協會從北到南努力奔走 積極拜訪家長 希望台灣的滑雪運動能與世界的冬季運動接軌 才讓家長們放心的讓孩子們來從事這項運動 當初楊教練的話 他有一對一的話來找我們去談 因為他知道說這個等於是要出國儀訓 所以那時候的話他有針對小孩子的部分 針對我們等於是一對一去拜訪 那個家長這樣做 我覺得教練真的很用心 每個孩子他的專長不一樣的時候 他會選擇他比較有利的項目 我們都是常跟家長合作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必須 老實講這項運動要推廣 必須要親自跟家長說明 衝刺 超車 看小選手們在賽道上奮力的向前滑行 過彎時要一點一點改變前進的角度 下坡時則是奮力向前滑行 過程中場面的家長更是全程緊盯 記錄著孩子們滑行的每個動作 要成為這些小選手們最強的後盾 應該說沒有人在做這項運動 他主要在這項成績 就是感覺也有表現不錯 那也會順著他看他喜歡哪一種 然後讓他自由去選擇 目前來說我是認為說這樣的一個運動 其實如果沒有人玩 那我們反而是可以趁這個機會 把它帶起來 在國內希望說有更多不同的運動 讓大家有更多元的接觸這樣 秋日的艷陽阻擋不了選手們決勝的意志力 短短一公里的賽道 有直線加速 有大角度的彎道 還有要費盡力氣才能登上去的斜坡 一個又一個的挑戰 讓大家拼盡全力才能取得優勢 縱然有人發生失誤 或是不小心摔倒在賽道上 家長與一旁的工作人員 也都不吝惜給予掌聲 不斷地鼓勵著這批小小選手 滑雪協會在推廣的話 希望為2025 這些選手如果現在9歲10歲 5年後他們可以到16歲這一組的話 U16的 那就應該會有相當不錯的成績表現 我們希望是往下扎根 所以這次特別把兒童組也擺進來 越野輪滑想要滑得快滑得好 最重要的是要克服身體失衡 滑輪失控等因素 而這一切靠的則是手腳定用 過程中雙手與雙腿配合節奏的伸展與收縮 整體來說是個全身性的運動 對體能跟耐力的要求都非常高 越野滑雪它是在雪上 所以你的腳會一直左右移動 那這個它是很有摩擦力 而且你只能就同一個方向而已 所以你不能突然轉 它是怎樣 那樣會跌倒 各方面都要很好 就是平衡感或是體能都要很好 就比起別的運動還要累 要靠很多體力 然後有時候可能一軟腳可能就會跌倒 中華民國滑雪協會的滑雪精英培訓計畫 今年二月份已經選出十位年齡在十一到十五歲之間的男女選手 前往加拿大接受培訓 這次的比賽可以看到男子組的李傑翰與女子組的洪子嫻 他們展現出純熟的技巧還有驚人的爆發力 最終他們也分別拿下台灣越野輪滑史上的第一面金牌 這個應該比較有機會拿到名次 然後因為高山滑雪夏天的時候沒要反練 比較難訓練 然後高山滑雪可能就是當過 竟然加油 運動興趣這樣子比較好 我還想繼續玩 因為進步的話會很開心 台灣地處亞熱帶 東京運動對大多數的國人來說都十分陌生 遙遠 尤其滑雪運動更是要出國才能實地體驗 如今協會引進了越野輪滑 打破了地獄 季節以及文化的限制 讓這下源自於北歐的運動 也能慢慢在國內扎根 讓更多人有機會透過這種形式 早日接觸 等到越來越多人滑上瘾 滑出興趣 甚至成為各種好手 也許有朝一日 只能從裡面發掘出幾位數一數二的高手 代表台灣挑戰冬季奧運的舞台